星空之上有什么 儿时的孙家栋渴望房梁上方吊着的糖 洒下来的白糖雪花似的 在天窗透过的光束里流淌成晶莹的星河 他一辈子为国造星 说干航天一辈子也不会累 我为孙家栋的坚韧与执着而感动 也为把一生奉献给了 新中国航天事业的无数航天英雄而动物 所以没有上天 所以不知道天上行动到底是什么 外国人能搞的 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他们干出了惊天动地事 却不畏名不畏利 甚至一辈子隐姓埋名 他们正是中国航天屡创夹击的底气所在 有人问中国航天发展有没有奥秘 当然有 那就是一个字 干 一代又一代航天人用坚韧辛劳和智慧 凝铸成身后博大的航天精神 实现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飞天梦想 从一张白纸到繁星满天 世界各国人民自豪 哇 这外面太漂亮了 浩瀚太空 一次次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橘红色火焰划破戈壁长空 就在不久前 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顺利返程 中国航天员不仅首次在太空跨年过春节 还举办了首次天空化展 漫天繁星见证了新中国 见证了我们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崛起奇迹 我相信星空之上将写满大大的两个字 中国